中国卧数才去方 阿科在楼上三 这就是万商的巴格达 在野省领经的地格利斯火遍 以千领爷的补镜 博舍头光的长脸 在晨凉的灯印中咬爷 阿科与索牙 一个年轻的中国渔行者 与一个伊拉克魅女 霸占交谈 欢声小语 风味甜蜜而沉醉 美丽欢快的水 有种美味的交涌 野银的交音 声语和交跃 圈头已成成博物 乐情中散发曲 一丝丝挑逗矮美 尤其他拿一双 薄冲丝的兽 就已霸离 怂上云天 让人挪住在宽达 火卫的沙发上 就像喜躺在一张宽达的阿拉伯的雪床上 又像拱居一室 在中国的华坊 阿科本是一名羞耻的狼子 又是一只死去漂泊的飞船 只能潮用风气 走廊防飞 阿科千万不要错过两击 会很难追 将成为天达的遗憾 这场景也让我 想到遥远的收担网子 写下了一首寝诗 那天我沾进了 欧来杂的土脚 它板脚板秤 该式的 一块把我记下了脚岸 和河叶香一匹 骆驼 有尘有懒 它惨我不起 说不经 让天敞谈 啊 冷声的欢愉 多么淡赞 在这八个大的夜晚 阿科与索亚 一国难遇 两层美景 多么浪漫 喜欢 一块 9 9 9 6 9 7 9 11 9